媽媽 就是我們現在在看 老師為母親節弄的一個排版的東西 上面我們每個人都會寫編離貼 母親節要到了 所以老師特地要他們同學一起回答一些問題 像媽媽最常說的話 然後姐姐把它排版囉 就是全班提出來的問題有很多啊 去吃飯啊 早餐吃什麼啊 不要玩啦 去洗碗塊啊 趕快去洗澡啊 然後我一看就知道姐姐在寫哪一個 我以為是幾點了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在念這句話 然後姐姐寫的是 起床惡要7點了 因為要遲到了 所以這句話是要有媽媽說的 然後再來第二題呢是 媽媽的個性像什麼 這個就有點難了 不過我看到很多都是寫老虎 老虎老虎老虎天使天使 像好人 天使全部都是學陳重恩的 因為他是第一個寫天使 然後他就一直說別人在學他 是喔 我看一下 要爆炸的氣球 錯 不一樣的人 錯錯錯錯錯 帶刺的玫瑰 帶刺的玫瑰 為什麼叫帶刺的玫瑰 因為媽媽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很可怕 媽媽沒有很漂亮 謝謝你覺得我很漂亮 哈哈哈哈 好 再來就是 媽媽最愛吃的東西 榴槤 其實我不確定 其實我好像也沒特別 不吃什麼 那所以你的答案是 這邊有 三個字 這邊有減肥餐 什麼都吃 我們就想知道答案是什麼 荷包蛋 荷包蛋 我喜歡吃芝麻 蛋的料理我都愛吃 除了番茄炒蛋以外 哈哈哈哈 媽媽的興趣和休閒活動 這邊有好多喔 做手工藝 玩手機 追劇 耍廢 逛街 跟恐龍聊天 我得 抓寶可夢 拼拼圖 拼拼圖 為什麼還沒看到這個選項 有啦 等到時候被刪掉了 我看一下喔 還有喔 很多題喔 媽媽的夢想 賺大錢 不是寫什麼 送財票 太簡對了 感覺就好像在看一大堆天中底 我想要看的是作文 不是看天中底 媽媽的夢想 媽媽的夢想是 環遊世界 姐姐你寫的是什麼 我還在寫賺大錢的耶 哈哈哈哈 也是差不多啦 你要先賺大錢 才有辦法去環遊世界啊 對不對 因為要花很多錢 好再來 媽媽最不喜歡的家事 大少家裡 做家事 好像是全部 我記得我是寫全部家事 所有家事 對 對 是這個 然後很多人都寫全部全部 誰喜歡做家事啊 做家事很累耶 我們老公說他喜歡做家事 Oh my god 那他看到我們家應該會傻眼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媽媽對我的期待 媽媽對你的期待就是 你可以好好念書嗎 我叫什麼健健康康 對啊健康 還有什麼 我記得我寫健健康康 爸 爸 那就平靡愛愛 有一個健健康康 那這應該就是你寫的 我當然是希望他可以健康平安的長大 然後呢功課 不要太差就好了 好 疫苗惹怒媽媽的是 賴床 哈 蛤 蛤 你寫什麼 我跟妹妹猴來猴去 是爸爸跟媽 他們 他們兩個是 越大越會 鬥嘴 尤其是放學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欸 每次放學去接他們 他們都會鬥嘴 好煩喔 我用一個選擇 然後就會鬥嘴 好 再來 可以讓媽媽樂開懷的事 樂開懷的事喔 嗯 我也不知道欸 我寫什麼 我看一下 做好事啦 做好事 就是做什麼有 有意義的事情 對 對 也可以啊 還有媽媽如何維持健康 每天運動 我原本想說 吃那個 大概有的沒的東西 沒有欸 媽媽沒有什麼在運動 媽媽 就是睡飽吃吃飽睡 哈哈哈哈 沒有了吧 還有喔 要怎麼慶祝母親節 最後一項 誰家一起去吃大餐 不好意思都沒有 我們是 幫阿婆過母親節 然後再來幫阿嬤過母親節 就這樣結束 去吃大餐 好啦 這就是他們這次老師 特地讓他們來做的快問快答 然後老師再把它統整起來 給家長看 不過沒有署名 除非你猜得到 或是小孩子願意告訴你 才知道喔 很有趣的母親節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請坐 好